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这些辐射并没有形状 没有气味 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我们只能不断接受 每个与你有关的挚爱死去 2011年的3月11日 福岛核灾事故 那时候台湾涌入了大量的捐款 帮助日本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忆有心 记得当时 我们也曾经为了封存河寺 而走上街头吗 如果这场巨大的灾难发生在台湾呢 我们能承受这难以想象的巨变吗 而人民们的呐喊 求的只是一个真相 更安全的家 前日本首相 兼职人先生 叙述了当时他上职生机 看到福岛被核灾侵袭后的景象 那是多么的令人揪心与残酷 这些看似笑容的背后 是侥幸自己能活下去 还是背负着失去家园的坚强 而这些 是台湾能够承受的未来吗 这是2017年的福岛 依旧被死亡的气息笼罩 如果核灾在台湾发生 我们能承受这样的万一吗 核四不该被重启 台湾更不该成为下个福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